哈囉各位大家好 來講一下上個月遇到的一些色相 第一件事情就是 在這個月初的時候釣魚釣到一半 遇到這個放生團體 後來走了之後就有一個人走過來就說 他們在這邊放生 你不要把這些的魚帶回街 說實在他們放生的地方也是一個莫名其妙的一個水域 就是他們放生 看下去就是放生泥丘啊 放生這個 一些有了沒有的 好像還有什麼扇魚吧 放生在這個大杜西裡面 當然這個你釣到你也不知道 釣到是來自大杜西還是什麼啊 所以他叫我不要 還叫我說不要去釣魚 釣魚是一種罪孽什麼的 然後噼里啪啦講一堆 那我就一邊聽一邊聽他講 說實在也是有點莫名其妙 然後第二集就是 在中科這個地方 就是遇到釣友 然後這個釣友就是說 你不要來這邊釣魚 這邊釣友好像被搞亂了 亂七八糟 很髒亂 然後下面有很髒亂嗎 我說我們之前撿了不知道多少垃圾 甚至從那個外面那邊 從那個出水口最外圍那邊 開始走走過來 撿了不知道多少布袋垃圾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然後他就是還是不相信 就是要我錄影純真啊 所以你看我現在有一些影片 就會開始有錄撿垃圾的 撿垃圾錄影啦 因為真的是沒有什麼意思啊 大家要看的是什麼 看的是釣魚 不是看我撿垃圾啊 對不對 所以真的是很難做人啊 那這個是第二件事 那還有就是最近的網路上 又有人開始在問這個 美國熬蝦小龍蝦去哪邊抓 這個就是一直問 後來我就想說奇怪 怎麼會這樣子呢 原來新聞也在炒這個 事前新聞炒這個 不知道是哪個知名的網紅 把這個 把這個影片呢 就是賣給了這個新聞 然後新聞就大肆爆炒 爆炒之後就開始一堆人在找影片 然後找影片各地 然後就是想要去抓這個小龍蝦 那我抓的那個小龍蝦是比較屬於這種 這種美國熬蝦就是 他是沒有什麼肉的 現在大部分我們在市面上吃的熬蝦 是肉質比較多的啦 而且你在野外抓的熬蝦 你也不知道說 他到底有吃過什麼東西啊 就算是在田鉤裡面抓的熬蝦 他可能體內也有農藥的殘留啊 這些東西你不可能一隻一隻檢驗啊 對不對 你一隻一隻檢驗哪有可能 對不對 所以你吃了之後呢 吃了之後呢 你可能就會怎樣 所以 頂多抓來當寵物嘛 可是你要想啊 這麼多人拿來抓來當寵物 會不會有人找到養了 不要就把他放生 這種熬蝦是非常耐命的 你知道嗎 我外面那一隻熬蝦已經養了 從我那時候釣到現在還養在那裡 他還沒死掉耶 沒有換水耶 從頭到尾都沒有換水耶 我就只有加水而已 他還活著耶 你就看他有多耐命啊 對不對 也沒有打氣啊 只是用一個什麼 一個小不要的鍋子 把他養在那裡而已耶 然後就我餵他吃東西而已 然後還拖了兩次殼 越長越大隻了 真的是很耐命啊 但是你吃了之後 你不見得會耐命啊 對不對 你又不是熬蝦 還有就是這個 一直以來蠻感謝大家的 就是說雖然沒有要大家 刻意去訂閱啦 因為大家都是各自的 都有各自的時間非常忙碌啦 當然不希望說 你就是刻意說 一定要就是 花很多時間來看影片什麼的 有時間再來看 這是我比較認同的啦 但是不用說強制性的推銷啦 有一些都喜歡強制的推銷 硬要推銷你怎麼樣 那我是覺得說 在鏡頭上 你所展現的就是你真正的自己 不需要刻意去演示啊 有一些人他根本就是 本來就不會做這種事情的 那他上鏡頭之後就會去做這個事情 對不對 就拿好比說撿垃圾而言 有的人根本就不會去撿垃圾啊 可是他為了拍影片呢 他為了塑造一個好形象 就是撿垃圾 但是在你還沒有拍影片之前 你會去撿垃圾嗎 你會如果你一直都有的話 那我當然沒話說啊 對不對 但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刻意去去撿垃圾 那你就是做做嘛 很簡單嘛 對不對 那很多人叫我說 去拍一些這個 比較屬於這個 比較屬於大家喜歡看的海調 啊我就是 為什麼我一定要去拍海調 我就是照我自己本身喜歡的模式啊 我就照我自己的日常啊 我今天去哪裡調 我要調查這條溪流 我就會把它調查的很徹底啊 對不對 就這樣子啊 就算是 沒什麼人看 我還是有人看啊 對不對 人看多少而已啊 只要有一個人看我就很高興了啊 至少受到一個 重視嘛 受到一個關注嘛 這樣都是ok的嘛 對不對 拍了這麼多部片來 我通常沒有任何一部片呢 都覺得是浪費的啊 因為我覺得這個就是我自己的興趣嘛 釣魚也是我的興趣嘛 所以這個是support我最大的一個動力 所以呢 也是謝謝大家那個長期來的支持我 真的啊 這個非常由衷的感謝 讓這個只要影片呢 持續有人看 我就會持續的拍 就算呢 這個 有一些人呢 用瞧不起的眼光看著你 也是啊 喔 那個 的確啦 釣魚人為什麼會被看不起呢 其實有很多因素啦 包含就是亂丟垃圾 那你為什麼要去亂丟垃圾呢 你亂丟垃圾呢 你亂丟垃圾比較爽嗎 丟在當時呢 你有比較快樂嗎 你把垃圾呢 丟在那個地方呢 然後讓別人去收拾 然後別人收拾的時候呢 又會幹掉你 然後最後又詛咒你 最後呢 你可能的啊 都受到一個這個 人家莫名其妙的這個詛咒 當時你有比較快樂嗎 對不對 說實在的啦 這個 大家從小到大都學習說 不要亂丟垃圾 但是為什麼要刻意再去丟垃圾呢 我也不知道 可能丟垃圾 對他來講 有一種快感吧 拉不到雨 丟垃圾 多多快感一下 送一下 好 但是呢 這個是要不得了啦 我是覺得 沒有必要這樣子 沒有必要這樣貶低自己的水準 如果你一直都覺得自己是一個LOW水準的話呢 那我也沒意見啦 對不對 所以最近也看到蠻多 蠻多一些有了沒有的視頻 那不管是 星星的人 或者是這個 網紅什麼的都好啦 有一些人巴不得自己一定要紅啊 到處去連異業結盟啊 或是什麼的 當然是他自己的事情啦 但是呢 拍片的初衷呢 不要歪掉就好了 我是覺得有一些 走一些 有一些新的頻道 走一些奇怪怪的 當然這個標新利益是OK的 但是我 他自己覺得OK就OK啦 反正不要聽他在別人就好了 這我也不以自貧 一直以來都是如此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團隊 也是堅持自己一個人創作 記錄個人的釣魚 生活日常 畢竟我的時間呢 跟大家還是有些不一樣 自己有自己的時間 別人有的時間 何須把別人的時間 強求到自己的時間上面去呢 當這個時間沒辦法重提的時候呢 就變成是一種負擔 所以我是覺得說 釣魚的話呢 這個除非大家的時間能夠有交集 那才有可能 不管我原則上是不太可能 曾經也有很多 這個網紅的邀約我去釣魚 但是我都拒絕 因為 第一個 這個 在跟你不熟的情況下 我也不知道你的屬性 我也不知道跟你聊什麼 刻意去 編排在一起釣魚 這樣子反而釣的不自在 再來第二個 我的時間呢跟你也不磨合 所以咧 所以再來要我迎合你 或者是你迎合我 這時候是有點強文所欄 所以咧 與其這樣子咧 不如不要 所以咧 再來第三個的話咧 也不希望讓別人說 你是靠別人的名聲咧 名氣慢慢起來的 曾經有一些網紅咧 就是靠別人的名氣慢慢起來的 就是靠這個在影片中曝光 當然這是OK的啦 如果是允許 但是有可能導致到最後 本身的那一位比較 人氣比較高的網紅 那可能 後來可能跟你之間 可能也會有摩擦什麼之類的 老媽是梳理 到底有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我也不知道 但是從影片當中咧 或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那別人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還是自己最好 再好的團隊 最後咧 還是有可能會分離 那這個 藝人團隊有藝人的好處啦 對不對 當然雖然比較辛苦 所有的過程都是自己 包含這個錄影啊 剪輯啊 還有這個 回覆這個 這個各位觀眾的這個留言 都是自己來 一直以來都是如此 這也是我覺得堅持 雖然有時候回覆會比較慢 因為畢竟有時候家庭會比較忙一點 但是咧 我還是會去回覆你 回覆大家的留言 那這個是大家 那至於說有一些調友 可能問一些問題 沒辦法及時回答 我大多都是有記起來啦 但是有時候沒辦法及時拍片 真的是有點抱歉 在此跟大家說明一下 最近天氣也不好了 海邊的海礦也不是很好 想去釣海也比較沒有機會 所以就可能到西邊啊 湖邊啊 池邊啊 釣一釣 這樣子也不錯啦 反正就是注意安全就對了 好 那就這樣子啦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